这节新闻先带您看到 文藻外语大学日前呢 是举办校园真才博览会 吸引了近百家的知名企业 同步举办现场及线上真才 释出了上千个工作及实习的机会 值得关注的是呢 今年有不少科技产业前来真才 除了近年来产业人才多元化之外呢 少子化也导致人才短缺 所以也转向了向文科生来招手 无论是青春洋溢的热舞表演 还是结合原住民元素的演出 为文藻外语大学校园真才博览会 揭开序幕 今年真才博览会 吸引近百家知名企业 同步举办现场及线上真才 释出上千个工作及实习机会 就连外国学生也前来探寻工作机会 其实我觉得台湾的环境很友善 以外国人来讲很友善 然后工作机会比我国家的机会还要多 所以毕业之后留下对我来讲比较好的选择 比方说采购 国际贸易或者新政工作之类的 由于近年来高科技产业蓬勃发展 再加上科技产业人才大短缺 今年真才博览会吸引不少科技业者 来寻找跨领域文科人才 像是台积电连华电子等等知名企业 也都在现场涉摊 不少学生都相当感兴趣 但是它是轮班啦 就是主书都业班 那就会写在那种工程之类的 现在科技业都蛮夯的啊 然后电子的话 其实一直都是算台湾也蛮重视的部分 所以也想说了解一下现在薪资啊之类的 但是如果毕业之后就还是会想先努力看看 可不可以存一桶金啊什么的 那如果体力能行的话 就会觉得可以去做做看尝试看看这样子 对 我会想要投 会啊 毕业的理工科系的学生其实是在减少 一方面因为少子化 二方面是在学程的设计上 学校可能会考量到学生选田的意愿比较低落的时候 他其实会采取减班的措施 他们也把他们的征才的这个触角伸向了文学院 或者是文科那当然第一个优势的文学院的科系其实是语言科系的学校 那有这样语言作为基础其实在专业能力上企业是愿意在做培训 文找卫大学表示面对科技产业人才大缺工问题也结合周边科技园区开设高科技产业人才培训课程来应应市场需求协助学生与高科技职场接轨 例如联电他们也需要到日本设厂 所以对我们有学除了日文系以外也有修习过日文的这些学生都是非常有机会的 也邀请了这个台积电也一起来共襄盛举 像高科技的半导体的产业呢 其实我们也跟他们有相关的一个课程的一个导入跟合作 那例如联电这一次我们也要请他们来参加我们的这个微型课程 除了半导体产业还有传产制造 休闲观光 饭店 餐饮 国际贸易等等共59家的厂商社滩 学生事务处 资商与辅导中心也在现场提供职癌兴趣测验 经由人格特质与职业兴趣 帮助学生分析适合的工作类型 提高媒合成功几率 让学生在毕业后能够顺利衔接职场 无奉皆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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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ox费与明镜 小传社会 红业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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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本你需要的时候,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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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定 小伙众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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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顦会